大家好,我是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太语教员师田林 我们一起来学习太语语音第八奖 本奖我们将学习高辅音 以及单元音 首先进入高辅音的学习 这三个高辅音发音都是扫 它的发音要领是舌间贴近下齿背 气流从舌面和上齿背间摩擦而出 它的发音类似于汉语拼音中的斯 我们看到这三个字母的发音是完全相同的 大家请跟我读 扫 扫 我们来看一下这三个扫的写法 第一个 从圆圈起笔 顺时针画圈 画下来再回过去 最后在右上方加上一撇 上下顶格 第二个 同样是从圆圈起笔 逆时针画圈 画到下面 原路返回再画过来 最后加上一撇 中间的这个除了一撇以外的部分呢 和我们之前学的刀比较类似 但是我们注意到它的中间这个圆圈是朝右的 也就是说我们是逆时针画的圈 而刀呢 则是圆圈朝左 顺时针画圈 最后一个 我们同样也是从圆圈起笔 中间再加上这一个部分 外面的部分呢 像是我们之前学过的ball一样 在中间我们加上的是短圆音 啊的其中的一半 这三个字母发音一样 但字形相差非常大 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去记忆 那么为了区分这三个读音完全一样的辅音呢 我们每一个辅音有一个对应的单词 第一个 扫死 扫死 死指的是老虎的意思 第二个 扫撒拉 扫拉 撒拉指的是凉亭 小亭子这样的意思 第三个呢 扫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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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的是引试修试这样的意思 好 我们今后在说到这三个字母的时候呢 就可以用扫死 扫撒拉和扫死 来区分他们 接下来我们来学习下一组单元音 呃 他们的翻译要领是 口唇稍张大 从扁平状 舌身后缩 舌中后部抬起 靠近应课 他的翻译有一些类似于英语音标中的 呃 但是口型要更加的扁 请大家跟我读 呃 呃 前面一个是短元音 后面一个是长元音 短元音二声 长元音一声 同学们在发这个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发音一定要扁 因为后面我们还有发音比较类似的另外的原因 我们要跟他做出区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组元音的写法 第一个短元音的写法 和我们之前学过的短元音 以非常接近 也是在辅音的上方 先画出这样的一个扁平的半圆 然后在他的右上方加上一个小圆圈 这是少数我们不同圆圈起笔的这个字母之一 先画出一个以 然后在右上方画一个小圆圈 分两笔来画 同样的长元音的呃 和长元音的一的写法也比较类似 画一个扁平的半圆 加一数 然后在这一数的左边再加一数 所以说与一的区别就是 他多了这一个小短数 好 另外我们要注意的一点是 原音呃 也就是长元音的这个呃 在单独与辅音相拼的时候 没有为辅音时 需要在辅音的右侧加上字母 哦 比如说 本身 扫 与长元音呃相拼 本身应该写成这样 但是我们按规定来说 应该在右侧 在辅音的右侧 加上一个字母哦 这才是完整的呃这个原因的一个写法 这个我们读作 死 死 同样的高辅音头加上呃应该写成这种形式 这里面的哦 这里面的哦虽然不发音 但是我们在写写这个字音节的时候不能把它漏掉 啊 这里面这个词读作 呃 这里面涉及到维辅音这个概念 我们现在还没有学习到 但是我们现在只要见到这种形式的拼法 我们就知道 它必须在后面加上一个哦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拼读的练习 第一个 高辅音 加上长元音哦 抱歉 高辅音 加上长元音呃 注意这个不发音的哦 然后再加上二声声调 这个词我们读作死 死 这个指的是媒体媒介的意思 第二个 高辅音扫 加上长元音 一 我们读作 死 死 它指的是颜色的意思 最后一个 高辅音 加上长元音呃 这里有个不发音的哦 没有加声调符号读五声 读作 它指的是 手提的 手持的 这样的意思 比如说我们的手机就叫做 好 接下来请同学 自己拼读这三行音节 我们看第一个 手 一 死 死 手 阿 加上三声声调符号 读作 撒 撒 撒 乌 加上二声声调符号 读作 手 手 手 我们看到这里 每一个手 都是不 写法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它的读音是相同的 之后我们再学习到单词的时候 这些字母是不能够互换的 好 中辅音 加上短缘音 加上短缘音 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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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辅音 加上长缘音 加二声 读作 读作 读 好 这里我们看到 如果说我们太语的单词 一个单词中可能会有不止一个音节 我们同学可以来试着判断一下 这个单词 虽然是没有实意的单词 但是我们来可以看一下 其中包含了几个音节 我们所说的音节是指 一个辅音 加上一个原音 这样指的是一个音节 那这里面我们数到 第一个辅音是扫 第二个辅音是扫 扫死和扫的死 与它搭配的原音是 前半部分我们读作 后半部分呢 扫的死 加上长缘音 一加上三声声调符号 读作 整个连起来我们读作 扫死 扫死 好 下面 高辅音扫加上以 高辅音口加上阿 这个我们读作 死卡 中辅音到 加上长缘音呃 加上二声声调符号 中辅音包 加上长缘音呃 加上长缘音呃 连起来我们读作 得不 得不 最后一个 不发音的中辅音呃 加上短缘音呃 中辅音高 加上长缘音呃 整体我们读作 整体我们读作 呃 加 呃 加 这里面我们所列出来的这些音节 大部分可能是没有实际含义的 只是为了配合大家来练习我们对这些字母的应用 好 最后我们进入日常用语的学习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 你 考 开 你 考 开 这句话的意思是 这是 谁的 你 我们在上节课已经见到过 表示的是 这 我们可以把它替换成 难 难表示的是 那 第二个词 它表示的是一个从属的关系 表示的是 属于 这样的意思 cry cry是太语中的一个疑问词 表示的是 谁 你 公 cry 这是 谁的 或者说 这 属于 谁 好 请同学们再读一遍 你 公 cry 你 公 cry 难 公 cry 难 公 cry 好的 如果我们要回答的话 我们直接把这个cry 替换成人称代词就可以 比如说 你 公 棚 你 公 禅 你 公 考 你 公 空 这些人称代词都是我们之前学过的 我们只要把cry 这个疑问词 替换成人称代词就可以 好 本讲内容就到此结束 再见 萨利卡 好 好 好 来